那哈,我是少年 之前给大家讲的在地下城邂逅女神的故事很受欢迎 看来喜欢冒险的人还是偏多的 是咱们就要去冒险 今天我又带着地下城邂逅女神的第二季来的 在地下城寻求邂逅是否搞错了什么 有情提示,没看过第一季解说的朋友 也可以直接观看本期视频 在满是怪物的地下城 有许多冒险者来这里闯荡 这里有天上的神树渣 他们传授冒险者打败怪物的能力 也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眷主 男主贝尔在没有人接受的情况下 被上神赫斯迪亚收留 自从贝尔一伙人讨伐了阶层组之后 对于地下城的冒险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贝尔为了靠近自己憧憬的女神艾丝 也对冒险充满了干净 网友夫升到了二极端造师 莉莉与贝尔在酒馆为她倾注时 有个阿波罗眷主的小鬼路安 出口嘲讽贝尔只靠作笔升级的 还嘲讽贝尔的祖神赫斯迪亚 是个最没用的吊车位 可提亚的强大之处 还不是一个努须未干的小孩能够理解的 路安机弄了贝尔 于是两方打了起来 这时阿波罗眷主的三级战士 亚信托斯一出手 就把威尔夫打飞 在他想要掐死贝尔时 先要被洛奇眷主的能阻止 贝尔在德里获救 可第二天阿波罗眷主的达夫尼和卡莎德拉去找贝尔 拿一封宴会邀请信给了他 显然就有点鸿门烟的感觉 但提亚时代的贝尔夫约 眼卫上有很多大人物 太阳神阿波罗便是其中之一 在贝尔出的台湖期透透气时 好友荷米斯出来找贝尔 他问贝尔为什么想要成为冒险者呢 贝尔说 是因为自己的养父说过 欧拉利充满了财富 最主要的是 可以和可爱女孩邂逅 要么直接加入美女主神的卷族 成为他们的眷属也行 想的话还能成为英雄哦 能到了台湖环节 荷米斯才发现 贝尔貌似很喜欢剑技艾斯 于是他就帮贝尔邀请艾斯跳舞 贝尔一在艾斯面前 就结巴脸红的不行 在米赫和小纳扎的指导下 笨拙地和艾斯跳极的舞 两人逐渐找到了步伐的默契 艾斯说 这是他第一次跳舞 很开心 可这时 阿波罗却突然来了 说贝尔把他的眷属路安打成重伤 要其付出代价 还发起了战争游戏 如果和斯提亚输了 贝尔就要归属于阿波罗 原来连阿波罗都砍中了贝尔 你看 这就是男主 连男的都能看上他 卧槽 实在太过分了 男人和斯提亚并不接话 选择五十日战争游戏的邀请 直接带贝尔走了 郡主之间的战争游戏 百方的一切 将归胜利者所有 可是 赫斯提亚的郡主 只有贝尔一个郡主而已 第二天一早 阿波罗郡主们就在赫斯提亚的家门口 对后人发起了攻击 贝尔抱着提亚想逃去工会 寻求宝物 但是在屋顶 被达夫尼和卡森德拉给截住了 达夫尼说 只阿波罗看上的眷属都逃不过捕获 就像他恶人一般 和贝尔依旧抱着提亚逃跑 卡森德拉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于是说出了他做的预言梦 也许 不容易离贝尔太近 不然 他会吞得太阳 可他没走多久 贝尔恶人就碰到了托斯 对方嫉妒贝尔得到阿波罗的喜爱 于是 利用强横的实力 打得贝尔毫无还手之力 在想要砍加他的手臂时 被远处的弓箭手给阻止了 随后 米后带着剑玉雷的人乃至远乐 然后又遇到了利波伦 由威尔夫和莉莉拖住他们 可是利益在掩护过程中 却突然被苏摩郡主带回 贝尔和提亚有些走投无路了 于是提亚打算和贝尔离开波拉利 他问贝尔是否喜欢自己 堂堂上神大人 却爱上了自己的眷属 哇 这是多么幸运的事情 可是还没有等贝尔回答 罪兵就赶来了 于是愤怒的提亚 接受了阿波罗的挑战 在挑战之日来临前 贝尔必须变得强大再行 由于战争游戏 是两个眷属之间的事 其他眷属不能插手 所以艾斯无法再保护贝尔 只能在这段时间 对贝尔进行魔鬼训练 而利益之间突然回去苏摩族 是因为苏摩眷族的团长查尼斯 发现了利益四肢插手 两房眷族的矛盾 于是便出兵 以此要挟利益跟随自己回去 苏摩是个只沉迷酿酒的神 所有事情都会查尼斯处理 苏摩的酒有让人上瘾的效果 所有人喝了都会成为这酒的奴隶 查尼斯打算占有利益去赚钱 因为利益会稀有的变神魔法 很快提亚去参加了 和阿波罗的战争会议 最终决定以工程战的方式进行 可工程战本来就是以数量取胜的 可是提亚只有贝尔一人 于是阿波罗为了面子 特别大方的允许蒂亚寻找外援 不过仅限一名欧拉利城以外的人 作为外援 会议结束 提亚认为首要任务 就先救出利益 这样贝尔才能全身心投入战斗 于是提亚带着人出手了 开始有利益的钱德拉 突然把牢房钥匙给了利益 因为钱德拉看不惯查尼斯所作所为 利益让提亚他们快走 可是提亚说 贝尔需要你 贝尔在等你回来 利益觉得莫名其妙 明明她是这样的肮脏下贱 她的前半生几乎都是在偷窃 行验中度过 可是居然被需要了 可郡主之间的归属极为重要 即便利益被带出去 可身为苏摩族的她 也可能随时再被要求回来 于是利益跑去找上神苏摩 请求她帮忙 苏摩给了她一盘神酒 如果她喝完还能说出同样的话 就答应帮忙 利益喝完后 瞬间满年潮红 当她醉倒后 却想起了贝尔 理智稍微清醒了一些 于是急忙请求苏摩帮忙 苏摩被她的心情触动 毕竟没有人能够喝了神酒 还清醒过来 苏摩阻止双方战斗 利益也正式脱离了苏摩郡主 加入了赫斯提亚郡主 曾经和贝尔生死战斗过的命 和威尔夫都退出了自己的郡主 加入了赫斯提亚郡主 一切都是为了朋友才做到这一步 毕竟脱离郡主这种事 在欧拉利并不是一件好事 而赫米斯帮助贝尔找到的外援 却是球馆的女精灵老板刘 她是一名低调的司机战士 而贝尔此时正来的对业 接受艾斯的剑术迟到 艾斯教导她 敌人在发出致命一击时 往往是破产最多的一刻 很快战争游戏就开始了 要求是在三天内 打将托斯平安的话 就是阿波罗郡主的胜利 常怀的阿波罗可谓是信心满满 毕竟是百人对战仅有的五人 可没想到战斗才刚开始 由伊伦拿着魔剑先去发起了进攻 他的两把魔剑一击就打伤了速食人 魔剑碎碎但却起到了很好的震慑效果 以后在战斗时 命飞数而冲进了城堡 拿着使出了重力魔法 把赶来的敌人都顶在了院地 结果对方阵营的路关却 打开了阿波罗郡主的城门 让贝尔和维尔夫直接进路 可原来这个路关是莉莉变的 哇哦 如果娶到莉莉 是不是等于娶到起时 几百个老婆 咳 跑堤了跑堤了 他的成功潜入 还搜集了很多有用的情报 维尔夫一人就打败了一群临障者和魔法师 然后开路让贝尔一人前往塔丁寻找托斯 但是塔丁还有很多人守护着托斯 结果贝尔这段时间 在神迹以心憧憬的作用下变得更强 这次在第一季就有的神迹 简称早熟 只要贝尔有喜欢的对象为了保护 超越他 便会在修炼土匪猛进 于是一击火焰闪电 就把这些杂鱼击飞了 然后贝尔正式和托斯交手 在笔剑上 似乎是贝尔占据优势 可是冲突 卡扇德拉却冲出来抱住了贝尔 让托斯有机会临唱 施展了巨大火轮 这火轮能追踪 把贝尔打成了重伤 但是他还没死 艰难地站了起来 托斯恼羞成分 在要发出致命一击时 他的破绽立马出现 于是贝尔一击打晕 贝尔他们胜利了 于是赫斯提亚提出了 没收阿波罗的所有财产 把他丢放到欧拉利城外的要求 随后提亚他们去搬进了阿波罗的大宅 提亚卷主一夜暴富 而且贝尔也升到了三级 大家一致决定他作为团长 只有提亚拜托了古伯妞卷主 把阿波罗大宅反省一举 并拥有了他梦想中的浴池 维尔夫拥有了他自己的锻造屋 因为这一次的战争游戏 赫斯提亚卷主名声大噪 提亚决定抓住机会的招募团员 在招募当天聚集了五湖四海的人 正让大家乐情澎湃地 要加入赫斯提亚卷主时 命找到提亚的两亿签扎条款 不就是两亿吗 提亚姐姐现在可有钱了 可当提亚问还有谁要加入时 大家全跑了 原来这两亿是给贝尔买的武器所签下的 贝尔一想到自己一直用的武器 竟然价值两亿 当上就吓得运卷了 醒来之后 维尔夫带着迷糊的贝尔去炮噪 结果两人炮噪的时候 提亚 莉莉 命三人在隔壁房间偷听 三人偷听到贝尔对每个人感激涕零的话 命令多次搭救他 维尔夫也是 莉莉一直陪伴他不离不弃 和自提亚挖掘他 给了他在欧利亚的所有 贝尔觉得自己总是在接受帮助 提亚听完后 特别的感动 差点光着膀刺爬到隔壁澡堂去 时后提亚决定不再一个人承担债务 决定依赖一下自己的眷属 大家也很乐意帮助他 在大家开玩唱演时 有人突然来找命 说了一些话后 他就变得有些异常 只有几天都有奇怪的行动 于是 维尔夫·贝尔利三人决定跟踪他 结果三人发现命 竟然走进了花街 这里到处都是青楼的女子啊 他们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难道命是打算在这里赚钱 提提亚还债吗 这部日本动画在开播的时候 观众期待 毕竟在《一世界》题材中 它的IP真的是属于比较热门的 但是 第二季剧情却有点脱离第一部轨迹 在诺文在看第一部的时候 像是自己在玩AI 进入到一个异世界的那种感觉 再加上《零雾画风》 而随不时 福利大放送 当年更只喜欢的不行 但也是因为过多脉漏原因 导致了《死屋》第一季被要求下架 很多人在担心第二季能否成功发布 可是在成功发布后 却没有受到好评了 反而被观众随去变味了 或者不说在剧情上为了感进度 确实少了很多打磨 那一些原作党的人 认为这简直就是在玷污原作 可是 我能不能落落地说一句 还是看得很爽 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来说 是挺喜欢的 并且还是很期待第三季的出现 已经确定说是在2020年7月更新 我以为在最快的时间 能因第二季的后续 不过我得先说一句 赫斯提亚艾斯 都是我的 我的 我的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可爱的 97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你们的评论 少年都会观看 再直接允许一下 尽可能的回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简易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